实际上BBC在国际问题上的造假行为是相当多的 甚至让BBC驻外机构的负责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记得19年2月13号的时候 BBC叙利亚新闻报道制片人叫达拉提 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 公开了一个实际上被掩盖已久的秘密 也就是说18年4月的时候 在叙利亚的城市叫杜马市拍摄了化学武器袭击医院 这个视频实际上是一个导演自导自演的一个新闻 假新闻 在这个视频中呢 叙利亚杜马镇或者杜马市 遭受了这个化学武器的袭击 许多妇女和儿童受到袭击 有的口吐白沫 有的已经死亡 尸体中还有非常年幼的孩子 尽管叙利亚政府从一开始就声明视频是造假 但BBC新闻标题一直是写着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 有任何 clic皇ла 没有制作继续 plays 我们已经量开 km crafting们 我们 Perfect 几年过期 尽管您如果知道他们 我们晚上没有使用 them 而且没有用到我们房子 SAN 按电电电路在一起 他们那边对核轭调制大标 expressed 比较吊诡的是 这位揭开假新闻的人 在他发出这个推特之后 不久他的推特账号 就变成了被限制的状态 推文不见了 就在同一时间段 联合国安理会 正在就叙利亚政府 使用化学武器这个指控 进行辩论 大家可能记得另外一张照片 就是18年4月9号 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 这个贾法里 在联合国会议的现场外边 这个寂寞的喝咖啡的 这个身影的照片 给人感觉这种 弱国无外交的一种景象 那么后来呢 五天之后 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的情况下 美国英国向叙利亚 投下了上百枚的巡航导弹 那么确实是伤害了许多 叙利亚人的这个生命 叙利亚确实又再次被推入深远 这明眼一看就知道 BBC是故意的通过假新闻 深度参与了这个叙利亚的战乱 等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